那今天的話,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今天大概先把那個 上一次上課的一些重點大概說明一下 那上一次上課的那個重點 第一個當然主要是 那延續就是說那個第一次上課 第一次上課主要是針對那個CSV的資料 格式 那來源的話我們是從那個 政府的這個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上面其實有非常多的相關練習 那你們可以去上面去找,你比較有興趣的 那我因為覺得說大概找了方向 主要是以熱門的那個為俗 所以我是找那個流感次數最高的 那那個上個禮拜主要是針對Json格式 那Json格式呢,跟CSV比起來的話 其實難度又增加許多 因為CSV真的蠻簡單的 它格式就是逗點逗點逗點 然後又換行 然後再逗點逗點 反正幾藍就是幾個逗點 然後尾巴一定會有換行 可是Json就不一樣了 Json的話它可能是 外面可能會是一個字典 大瓜糊 也有可能會是串列 有沒有 然後字典裡面可能又放串列 或者放字典 然後你用的資料可能在這個 這個底下又一層 它可能有兩層三層 甚至四層五層都有可能 所以你要解析這個資料 相對的是比較麻煩一點點 而且那個格式 你會發現它原始的這個檔案 如果你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 哇,全部黑壓壓的一片 但是你如果要能夠比較好解析的話 我是推薦各位可以用上一次講那個 Json的Editor 有沒有 Online 它其實網址就是 JsonEditor Online 它這個是免費的一個工具 那我是建議 你剛剛看到黑壓壓的一片 你就不用管它了 反正我的習慣是C-A C 直接把它C-V 貼到那個上面去 然後呢 再按那個tree就可以了 因為tree它就幫我顯示出來 那我就可以分析出 如果有大瓜糊 如果有沒有它叫大瓜糊 就表示它是一個字典 因為Python裡面大瓜糊就是字典 那如果是中瓜糊就是串列 所以如果是大瓜糊 那你就把它當字典一樣 把它先get過來 那如果是串列 那你就把它當串列 那字典跟串列的差別 第一個就符號不一樣 外面大瓜糊 串列是中瓜糊 那字典的話就keyValue 豆點 keyValue 豆點 那串列的話呢 就是沒有keyValue 它就是一個資料 豆點 下一個資料 豆點 那所以呢 你可以 比較直覺的 有點像是 串列就是一欄 然後呢 那個 字典有點像兩欄 Esser裡面有沒有 那字典第一欄 可能就是key key一般就是編號 有沒有 那第二個欄也許就是它的value 就是它的資料放什麼 也大概是這樣 所以 那其他基本上也沒什麼太大差異 所以呢 反正就見招拆招 它給什麼你就做什麼 那相關資料呢 當然我講過你可以從雲端白板上面 去找到相關訊息 那我放的位置是在雲端白板裡面 上面是0601的部分 那剛剛講到的東西 其實基本上 當然我是放在雲端白板上面 應該都可以找得到啦 那個 前面是CSV 然後再來就是 這個 Json部分 Json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 這個CSV CSV大概在這個page 大概在第12頁吧 然後 Json的話在這裡 就是在 基本上是在 第 我看 第 16月的地方 那 剛開始有個範本 反正 基本上大概就是先給一個範本 那原則上我們是用 兩個東西 叫request跟json 那request是負責去抓 然後json的話呢 是負責什麼 把那個抓下來的東西解析成為 看是要解析成字典 還是要解析成串列 那會用到一個方法 叫做 json.roll 加s OK 那 另外的話 更會順便講一下 因為那個證照考試裡面 還有考一個類型 就是說 另外一個需求啦 就是說 我們 這個地方是直接去抓 那個網路上的連結 有沒有 把那個連結之下抓下來 然後呢 抓到字典裡面 但是另外有一個需求 所以 那個第1位考的 其實不是直接去抓 而是怎麼樣 另外一個需求 那我已經把那個檔案下載 有沒有 下載成一個json 什麼什麼 點json 的一個檔案 那如果用檔案的話 該怎麼做 其實大家注意 其實如果是檔案的話 也很簡單 其實只要記得 如果是檔案的話 你就是在這邊改成什麼 用json 我們這邊是json.roll 加s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檔案的話 那就是json.roll 沒有s就可以了 也就是說 有s 是抓一個 物件資料 或者是一串字串 就抓字串資料 OK 然後如果沒有s的話 那就是抓檔案 OK 差別在這裡 所以 證照考試裡面 就是會考你什麼 那你會不會把那個資料 要不就從網路抓下來 要不就是從檔案抓進來 好 那另外的話 他還考你什麼 那你會不會存檔 存成json 所以考試裡面 反過來 就前面我們練習是什麼 把json存成csv 有沒有 那另外的話 是不是可以把csv 再轉成json 那你想說 老師幹嘛這麼麻煩 沒辦法 工作上就是用 因為一般user 喜歡用csv 打開就可以用了 但是呢 如果你是程式 比如說你是手機app 或者是你網頁的 server的服務 大部分都會用到什麼 顛倒過來 就是要把它變json 一個API OK 顛倒過來 那需求不同 所以 如果你要怎麼樣 從一般的csv 或一次的檔 你要再轉成json的話 那你該怎麼做 OK 其實證照考試 也有考到這種需求 所以反正 就是轉來轉去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 我們現在做的動作 這不外乎就是說 把檔案 做適當的處理 那 其中當然還有包含就是什麼 編碼方式 什麼UTF8 有沒有 然後CP90 那當然這些東西 你說 為什麼要把它弄得那麼複雜 那沒辦法 因為很多商業利益 很多軟體公司 他不可能說 我今天要跟其他公司妥協 我要Follow他的標準 沒有啦 反正大家各有各的標準 然後 只要不衝突就可以了 所以有時候就是說 你必須要把它學習 那以後遇到這個問題 你就知道該怎麼解決就好了 反正很簡單 問題解決掉就好了 也沒那麼複雜的事情 OK 所以呢 上個禮拜的東西在上面都有 那我們當然 主要是練習什麼 去抓那個政府開放資料 一萬多種 當然一萬多種 你自己再挑一下吧 哇 我想應該 這個如果你願意花時間 最重要是要花時間 但是你抓的過程當中 還會發現一些細微的問題 那這個細微的問題 有時候就是 見招拆招嘛 反正就是 只要 然後 這是 像比如說 這個編碼方式的話 那 就是說 那 接線落實這裡 那其他還有像 我們 用最多像 串列根字典 有沒有 其實串列根字典 不外乎 其實蠻多地方 方法類似 像LEN 就是取得它的數量 像append 就是放進去 這個是我們 串列裡面 前面講過 其他還有排序 這個比較少用到 那在字典裡面呢 比較常用到的 一樣這邊 會有所謂的LEN 有沒有 算它總共有幾個數量 然後另外的話 還有什麼呢 用GET GET後面其實一個Key就可以了 這個地方應該不需要Value 一個Key 它的Key 另外還有什麼呢 要抓到它所有的東西 叫Values 其他如果要抓到它裡面 所有的Key的話 就Keyes 它類似是這些東西 所以 這些細節方法 大概熟悉 就大概知道 然後並且會應用 我想就差不多 那今天的話 的原則上 我們接著 繼續再來一看 底下有一題 請各位呢 看到 往下這邊有一個 在這個 第27頁這裡 這邊有一道展場資訊 那這個的話 也是一個Json檔 剛好 這一題很巧合的 它就是證照考試裡面要考的101題 那它的需求是怎麼樣 它的需求跟我們上個禮拜的練習不太一樣 我們上個禮拜是先去抓那個這個有沒有 展場資訊裡面 那展場資訊裡面 你會發現它欄會有這麼多 哇 總共起欄啊 應該至少有十幾欄吧 但是它只要 只需要什麼 只需要其中的四欄就可以了 哪四欄 你可以把它點開來 我看一下 好像它裡面 基本上它就是只要 比如說 活動的單位等等的 就是總共會需要其中的四欄 這麼多欄 我不要全部 我要其中的四欄位 那該怎麼去把這個資料抓下來 這第一個不一樣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假設說我們之前的是點選Jason 抓到它的下載網址 可是喔 假如我們換一個方向 如果我現在不是要這樣 直接去抓網址的連結 我現在是要點選它 點它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它跳出來了 那我就是直接在這邊按右鍵 把它另存新檔 也就是說 我們現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我直接去抓 一種是我存檔之後再開 那考試的話 101那一題呢 其實就考你存檔之後再開 所以喔 第一步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展場資訊先打開來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它呢 Jason 格式 先 你會發現它這個 就是他這個Jason 你會發現這個 當然我們現在看這樣 其實會非常的複雜 不過你大概可以看出來 它外面是一個什麼呢 串列有沒有 中瓜糊 那裡面的話 就是一個大瓜糊 裡面就是字典 那至於它細節啦 我覺得你不用去 糾結一定要看懂 我建議你剛才Ctrl A C 然後呢 再把那個Jason Edit 那個網站叫出來 我記得這邊你打個Jason Json Json 他應該 這邊應該會自己跳出來 因為之前也連結過的話 他會跳 叫Jason的 Edit i.or 有沒有 然後你就把它直接 切到Core Core的話就是程式部分 把它Ctrl A 然後Ctrl V 貼上 貼上之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就做什麼呢 把它 再點到Tree就可以了 點到Tree的話呢 我馬上就可以知道說 它到底 是用什麼樣的型態 去構成這個Json OK 不過有的時候可能要花一點時間 它可能資料量比較多 因為它現在在傳資料 那等到傳完之後再分析 OK 那第二個呢 請各位就把這個檔案按右鍵 另存一下 把它存在哪裡 存在根屋底下好了 你把它另存一下 那存起來我們待會再來看 如果針對的不是直接去抓 假設我存 我把它存在 放根屋底下好了 把它找個地方放 這個地方請各位先試試看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這個後面的部分 這個Json 檔 我把它存在 C疊底下好了 C疊的這個 Python20 我剛才存在我的這個目錄底下 那至於檔名的話 剛才存一個叫 這個 叫Read 好了 Read 然後Enter一下 這個檔名 你可以自己給它一個名稱 或者Read101好了 第一101題 那你們另外的話 順便看一下 證照考試題的話 在雲端白板裡面 雲端裡面 有一個叫Python3的 擷取與分析證照 那這邊其實就有題目了 題目部分 你可以看到題目裡面的那個 第一類 試題第一類 第一類的 第101題 其實就是這個有沒有 文化部的 展覽資訊 它這邊其實就是 我剛剛存的就是這個 叫做 Read.json 它需要的 這個什麼呢 它說 它需要 所以第一個你必須要建這個 叫Read.json 所以這個當然 它考試的時候會提供給你 那因為我們練習的話 我們自己去抓好了 它要的是 總共有四個欄位 第一個欄位是 title 第二個欄位是 showunit 所以呢 我們如果說 那你可以看到 打開來之後的話 像這邊的那個欄位在哪裡 比如貼上 我看 去 那你可以看 其實用那個 這個 這個你會發現 一看就知道 這個格式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Read 而Read的話 其實是 對應到就是串列 那裡面總共有815筆資料 也就是展場資訊有850筆資料 然後呢 裡面的話 你會發現 0開始一直到 可能是814吧 那打開來的話 你會發現 它總共24 24 你會發現 外面是大瓜糊 那表示說呢 在串列裡面它放了815個字典 對 那個字典裡面總共會有21個key跟value 就是其實如果用藍的概念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21個欄位的資料 那21個欄位的資料 你會發現 這邊 它這邊的第一個 就是什麼 Version 那其中你會發現 這個第四個就是Title 然後它要的是這個第一個 就是Title的話 就是這個 應該叫展場的名稱吧 在到底展什麼 OK 這最重要 因為21個裡面不見得每個都需要 因為Version 你下來幹嘛 不用吧 我們Title 就是那個展 博物館裡面展的什麼東西 這展什麼 古代人說故事 有沒有 這個 南屯三十角 以及出土的什麼 鐵刀 這應該很久以前了吧 底下還有 所以第一個 是這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 是修雲曆 就是哪一個 所以它要的是一二 所以你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那個四體 四體的話是 第一個 Title 第二個是Unity 第三個的話就是 Star Day 第四個是End Day 哪一天開始哪一天結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裡面有沒有 所以這個 這個是第四 第五 第四跟第五要 然後再來就是 Star Day 應該是倒數的 倒數應該是第三跟第二吧 OK 所以呢 假如我要的資料是這些 不是全部 那我該怎麼做 所以呢 以這一題 會有幾個地方跟上一次不一樣 第一個 我們抓的不是連結 而是檔案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那個檔案下載下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你用那個JsonEdit去分析一下 那我們不是 我們上次練習的是 抓那個Json裡面全部 反正通通Total 有多少個 我就通通全部抓 但是 這一次只要抓四個 就是二十一個欄位裡面 我只要抓四個欄位就好了 那這個立方該怎麼做 OK 所以待會我們來試試看 這一題 展的部分 那其實 剛剛講的這部分 就是 證照考試裡面 所以證照考試題目 我是放在雲端上面 不是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的同一階 裡面你們找一下 應該可以找到這個東西吧 叫做Python3的擷取 與證照 與分析證照 裡面呢 就會有一個 這個四題第一類 所以你第一類打開來 打開來的第一 101題就這一題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我們 再來針對 剛剛講的這 兩個 需求 把它分別 完成 試試看